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2769集 此时此刻 黑玉祖地瞬间拼了命 燃烧本源等于是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段 就算是他杀了秦晨 自己也要重伤 需要耗尽无数的岁月 来修复破损的本源 但是他没办法 黑玉祖地很清楚 如果自己现在还不拼命 定然会死在这里 毕竟远到神尊一死 他一人根本无法抵挡秦晨 和荡魔神尊的进攻 如果之前他不敌 还有逃走的机会的话 那么现在 被这么多的神骁包围 就算是他燃烧本源 牺牲半条命逃出去 那怕是也会死在 无数的神骁包围之中 如今唯一生存的希望 就是和远道神尊联手 黑玉祖地 你疯了吗 秦晨晨声道 已经没必要演戏了 他身形一晃 空间神通运转 身形一个魔火 通灵之 秦晨之前站立的地方 直接就被黑玉祖地的攻击给轰爆了 然而 秦晨却是已经闪到了别墅 我演你个王八蛋 黑玉祖地朝着秦晨疯狂地杀来 哄哄哄 恐怖的本源攻击席权 他是真的玩的命 远道神尊 难道你还不想救我吗 滚滚本源燃烧 黑玉祖地的攻击 几乎是不要命的情形 令得秦晨也不得不全力应对 好在他的空间造诣极其的恐怖 早已经预判了黑玉祖地的攻击 一次次闪避之下 黑玉祖地的攻击 根本就没有伤到他的分毫 远道神尊看着黑玉祖地拼命的样子 忽悠得眉头一皱 难道黑玉祖地真的跟对方不是一伙吗 他这心中忍不住有些怀疑 燃烧本源可不是其他 这可是有巨大副作用 如今对方明明稳操胜券了 为了演戏 这也未免太拼了吧 事实上啊 之前的他也的确是感受到了一些不对劲 只是呢 没时间去细想而已 远道神尊 还不快快动手 一起杀出去 否则你我今天都得死在这 看着越来越逼近的神肖 黑玉祖地急了 自己啊都燃烧本源了 这远道神尊还不信吗 看到黑玉祖地交集的样子 远道神尊心中不由一动 下一刻刷的一声 他身形静止的掠来 神道之眼睁了开来 迅速地观察四周 不管对方是不是演戏 在远处远渊的进攻 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只要是不被对方偷袭到 将计就计有何方 看到远道神尊略来 黑玉祖地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只要是对方信了他就行了 他们两个人联手 未必没有生还的可能 心中一松 黑玉祖地的攻击不由地一松 燃烧的本源呢 也稍稍地收敛了一些 毕竟本源燃烧太过的损毫自身 感受到了他的攻击有所减弱 秦晨的目光顿时一闪 下一刻他直接催动了空间之体 对着黑玉祖地救神机 竟然没有丝毫的闪避 任由黑玉祖地的攻击袭来 在远道神尊的目光下 黑玉祖地瞬间击中了秦晨 轰的一声 恐怖的黑暗之力一瞬间 就将秦晨给包裹出 滚滚的黑暗之力下 秦晨运转空间神体 惊人的空间之力涌动 肉身之力被他提升到了极致 并且他催动体内的黑暗本源 疯狂地抵挡着黑玉祖地的攻击 我 先呆住的是黑玉祖地 他表情惊恶地看向了前方 怎么回事 之前他拼了命地都攻击不到秦晨 怎么突然间就轰重了呢 远道神尊 你现在可以借我了吧 若是我欺骗你 又怎么会对这小子下死手呢 你我联手一起杀出去 黑玉祖地激动不已 这样一来 远道神尊总不会再怀疑了吧 然而 原本正准备冲上来动手的远道神尊 看到被击中的秦晨之后 脸色却是突然间大变 他瞳孔之中闪过了一丝争吏 七颗雷珠被他一瞬间轰了出去 七道雷光一瞬间化作了一片的雷珠一般 灰红的雷珠一瞬间轰在了黑玉祖地的身上 轰隆一声 黑玉祖地直接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根本就没有料到远道神尊会下死手的 他被这一道恐怖的雷光瞬间笼罩 当即是惨叫一声 肉身都差点被打爆开来 浑身鲜血淋漓 身受重伤 远道神尊你 你为什么 黑玉祖地倒飞出去 背后虚空粉碎 整个人疯狂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难以置信地咆哮到 他不明白 远道神尊为何要对自己动手啊 为什么 你当我白痴吗 你和此人根本就是在演戏 远道神尊猙獰地说道 我连本元都已经燃烧了 如今更是将这小子重伤 你竟然怀疑我在演戏 黑玉祖地都快崩溃了 愤怒地说道 重伤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远道神尊 猙獰地说道 黑玉祖地一愣 当即转过了头 等他看到秦晨的时候 他整个人瞬间呆之处 只见无尽的黑暗之力散去 秦晨再度出现在了场中 但是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的伤痕 整个人竟然是安然无恙 不可能 黑玉祖地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 他肯定刚才自己先前除了燃烧本元的所有收敛之外 已经是尽力地输出全力了 可是 为什么秦晨会毫发无损呢 他这个强者的异计 就算是超脱级强者也会身受重伤 秦晨明明只是一个半步超脱巅峰 为何会这样 对面 秦晨也是一脸的无辜 黑玉祖 你刚刚收敛了攻击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早知道 我就故意装自重伤了 秦晨一脸的尴尬 不过也没必要了 这远道神尊在我们三人的联手之下 早就是个死人了 就算是不演戏 斩杀他也是轻而易决 黑玉祖地愤怒道 我演你个大头鬼 远道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刚才我绝对没留守 是此人的肉身防御太过强悍 空间盗则 对 一定是空间盗则 这个小子 他掌握了这归需密镜中的空间盗则了 黑玉祖地急忙地看向了远道神尊 神情焦急地解释 远道神尊面露不屑 你刚才还说此人只是一名半步超脱 一名半步超脱巅峰 能抵挡住你一个超脱高手的一击后 还毫发无损 你觉得我像是白痴吗 话落 远道神尊直接一个转向 立刻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掠去 要冲出这里 白痴 黑玉祖地气得直跳脚 再也顾不得其他 也是直接朝着远道神尊离去的方向逃了出去 因为那个方向 神霄数量最少 看到这一幕 清晨顿时目光一闪 嘴角勾勒出了一丝冷笑 对荡魔神尊使了一个颜色 荡魔神尊体内一股恐怖的寂灭之力 陡然引动